新冠肺炎疫情來襲 原本生活上不少活動和服務都要轉移到網上 亦都是因為這樣 視像會議軟件的使用量大幅上升 成為疫情期間生活中的一部份 但在眾多視像會議軟件中 有部份就引起公眾對資訊科技安全的疑慮 不是更晚的消費點滴 我們會一起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在疫情期間的社交距離指令下 企業會議、學校授課或個人聚會 都逐漸開始使用視像會議軟件 而其中一款軟件Zoom 就以使用介面方便成功突圍而出 成為近期受歡迎的視像會議軟件 但在本月初 多倫多大學內一個科學科實驗室的報告指出 Zoom有不少資訊安全隱患 之後有部份國家也陸續禁止政府部門 以及教育機構使用Zoom來進行會議 Zoom的行政總裁也發出聲明 以及舉行禮行網上研討會 交代改善軟件安全的進度 實際上有不少用戶都投訴 在進行視像會議的時候 有人多次以Zoom幫名的手法來惡意影響會議進行 甚至未經同意擅自進入視像會議 在多倫多大學的報告中 另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就是Zoom所使用的加密法 Zoom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首先大家發現 不只是有漏洞 而是它所說的end to end 的encryption 它說的那條時 那條key的必數 與它實際所使用的 是不吻合的 它在白紙內說128 它有256 但實質上它行128 資訊安全專家亦都補充 沒有一款軟件是沒有漏洞的 但最重要的是清晰地向使用者交代 軟件所使用的技術 首先對Zoom的評價 它跟其他的video conferencing一樣 都是會有漏洞出現 問題是看它確定 不確定 還有它說話是否正確 即是說 它寫得到它的功能規格 寫出來讓人知道的東西 它必須正確 因為客戶總共有選擇 而Zoom目前亦都改善了部分的安全漏洞 並表示在未來的5.0版本更新當中 會支援AES256委員的加密法 科技為我們帶來新的生活模式 但同時資訊科技安全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下星期我們繼續會有專家來分享 使用網絡時要注意的事項 今晚的消費點滴就講到這裏